《鬼灭之刃》中塑造了许许多多鲜明的角色 就算戏份很少的人 也能够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早期故事中 直到潘智郎进行全集中呼吸展示的枪吐师兄和真姑师姐 而二位我这次想聊聊的就是枪吐师兄这个角色 在原作漫画后面的剧情中 他还会被提到 并且接受了一些往事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枪吐 由于枪吐是早期在故事中登场的角色 并且连鬼杀队的考核都没有通过 因此给人了一种实力其实并不算强的感觉 但事实上从后面对他的回忆内容中 我们可以发现 枪吐的实力并不弱 小时候比同届的富刚义勇要强得多 看成天才见识 并且他的性格其实很像少男男主角 善良 乐于助人并且真实同伴 经常鼓励义勇 而这也成了他失去性命的原因 枪吐与富刚义勇的那一届考核极其特殊 因为在那次考核中除了枪吐之外 其他人全部都顺利通过 而枪吐是几乎所有人的恩人 因为他将为了救出同样参选的剑士们 只剩一人将山中除了手轨之外的所有鬼消灭 最终因为体力破址 以及武器损毁 而败在了手轨之手 在与炭智狼的战斗中手轨也提到过 枪吐是他意乡中最强的一位剑士 而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 恐怕手轨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以炭智狼作为标准来看 虽然他所面对的手轨 相比枪吐时期要强得多 但他并没有像枪吐一样 反面场地内的所有鬼 并且在通过血滑后 就伤痛累累了 很难想象当年枪吐三家跑盒的时候 实力到底有多强 但凡现场有一个人能够光他的忙 他都应该不会丧命 若是枪吐顺利通过跑盒加入鬼杀队 如今必然前途无量 与枪吐同届的参选者 有两位我们非常熟悉 那就是富刚义勇和村田 这二人如今一个是柱 另外一个也算是精英队士 从天赋上来说枪吐无疑要远生二人 尽管富刚义勇现在是一代最强水柱 但当初在林柔老师手下训练的时候 他确实是要远远落后于枪吐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枪吐顺利通过考核 但日后鬼杀队的水柱 恐怕就会有两位了 不过他就算当上了水柱 也应该不会强过 我们现在看到的富刚义勇 毕竟如今的富刚义勇 是以枪吐之死而产生愧疚 因此奋发图强 并开发出专属水之呼吸 一时一时的历代最强水柱 其实枪吐之死代表了鬼杀队 考核制度的缺陷 这个制度以残酷著称 但却似乎是为了残酷而残酷 场地内完全可以安排一些 有足够实力的人来止止伤亡 这并不影响对于鬼杀队式的实力频段 像富刚村田这一件 由于枪吐的活跃 必然有很多实力不达标的人 通过了考核 而真正有潜力的枪吐 却因为表现过于优秀而自寻死路 这实在是有鬼鬼杀队的招募初衷 但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将这一制度延续至今 这也难怪众们会说新人水平越来越差 毕竟流水平的新人都算命了 如果枪吐没死 他会成为最强的柱吗 他的实力会有多高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喜欢视频可以点赞分享关注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